我曾谈到当年毛主席与黄炎培先生的摇动队 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 才能赢得历史主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2年新年贺词中所提到的 是1945年毛泽东与民间创始人黄炎培 在延安的一段著名对话 史称摇动队 黄炎培之子黄芳毅在接受中心社独家专访时 曾谈及这一历史佳话的由来始末 当时45年8月814日本就投降了 45年7月份6月份日本败局已定 抗认战争胜利曙光已经展现了 所以黄炎培觉得抗认之后 一定要有一个国共合作的新的局面 就联合了当时其他五个参政员一起到延安 黄炎培一行人在延安革命根据地居住了五天 这期间他们走访了延安许多地方 切身感受到延安正通人和朝气蓬勃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次延安之行也是黄炎培与毛泽东的第一次正式会晤 他们两人一见如故 五天之中促膝长谈了十几个小时 在毛泽东所居住的窑洞里 他们留下了这段著名的窑洞队 黄炎培上来说 一家一人一国一团体 大凡初期聚精会神 没有一人不用心 没有一人不卖力 后来情况渐渐好转了 精神也就放下了 总之最后慢慢就崩溃了 所以我希望中共诸君 现在办的是很好的 将来能够避免这种人亡正习的周期律的支配力 毛泽东说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毛泽东与黄炎培聊聊数语 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结束延安执行后 黄炎培曾写作《延安归来》一书 他写道 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律 怕是有效的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后 毛泽东又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过黄炎培 两人再次谈及窑洞队的话题 毛泽东提出 希望黄炎培成为中共的政友 为中共提出意见 而黄炎培也不负所托 对许多重大问题都直言不讳 给毛泽东写信 说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农村高增购 城市经济萧条 紧缩硬根 就用几个词 财政在好转 人性在恶化 毛泽东不仅接受了 还把黄炎培请去 把黄炎培的信 打印成政务院的文件下发 所以说毛泽东心胸怀 真能融加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 也绝不是一马平穿 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 我们要 常怀远虑 居安思危 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 至广大 而尽精危 思危因此求安 律退因此能尽 昔日摇动一队 今日依然在中华民族 复兴之路上回响 时时鞭策 时时警警 目望初心 任重道远